简映专业版从5.1正式版开始支持双编码器 那什么是编码器呢 我们先看NV的官网 有一个这样的技术页面 一个是NVENC 这是编码器 一个是NV解码器 编码器是压缩 解码器是解压 视频工作者主要用到的是编码 也就是压缩 我们展开看这个标题 所有的NVENC 这就是编码器 这些显卡只有一个编码器 750Ti是一个编码器 980Ti和TITX是两个编码器 1050Ti是一个 往后走1660系都是一个 20系也都是一个 4070Ti有两个 4080移动端和台式机都是两个 4090的台式机和移动端也是两个 这两个编码器相当于是 双发动机一起工作 但是并不是说你的显卡拥有了双编码器 你就能用到 具体还得看软件 我这也是最近才知道 简映从5.1版本才开始支持双编码器 之前是不支持的 这个从哪看 这是任务管理器 选择显卡 这个是视频的ENC 视频的编码压缩 这是视频的解码 比如我把一段机品飞车 从PS5录制的机品飞车视频 会给它添加到一个新的里面 这个视频里面只有机品飞车的这一段视频 这应该是VP9格式 VP9编码的 当我输出的时候 4K H264或者H265 比如H265吧 60刃 然后导出 然后我们看任务管理器 这个视频编码器是满的 98% 97% 视频的解码器也是满的 94% 93% 基本上都是满的 在简映这个版本之前 它的编码器一直是40%50% 从来没超过50% 我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后来找了简映官方的技术支持 然后他们给我远程看了一下 原来用的是4080显卡 这块显卡是双编码器 他又不说我都忘了 他们之前的简映版本 一直是支持单编码器 他们技术说 简映是可以支持双编码器的 会在以后的版本中更新 然后后来我没想到 在5.1的版本就已经支持了 这是个好消息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高端显卡 另外在视频输出的时候 速度能提高一倍 时间能节省一倍 得知到这个消息 心情变好了